为了提升民众恰功于方便 合避体制服务所 26号是专民开用体制服务 整体的服务 未来民众在体制服务所 信任各类体制资料 不用手下申请书楼 在这有系统行善电阻动案 民众只需要经过民众的电脑卡临奥 在数位写字版顶管签名 就会完成申请 民众正在申请体制资料 用需要手下申请书丁丁的资料 现在只要通过电脑 并且就有数位写字版签名 就会完成申请 使这些服务都可以由悠悠卡 还有信用卡完成复务 无需要扎现金 民众来申请的时候 只要带着自己的资料 不用把权状带出来 然后有些老人家 印章也不用带出来 直接在索写板上面签名 就可以确认 资料 也不用写申请书 有些老人家写是不方便 或是比较不适智的 他也可以直接签名就可以了 中华国安提前处长刘昆松表示 这项服务的服务是为了要减少 做的输用 价格乘贯负担 并且博公务机关与民众相向交通 尤其关系 也能够每九十九月 开启为了服务的服务 让提前服务更加愉叽 我们就要向我们相信 今天特别来办理到 中华国安八个地政事务所 相向整台的刑用意识 这个公令就是说 我们的民众如果来到地政事务所 申请到成本的时候 直接为整台来的 我们的领导就会给你操作 操作完 直接为我们的各台领导 直接来签名 你就能领到你要所爱的 这相关的定期付成本 我相信这个作势 会让我们的乡亲非常便利 也接行到我们的相关的时间 这点减突是全世界共同的目标 透过前瞬基礎建设经费的加力 完成地政络的电脑太弱的东西 也为民众提供整台相向 合不计则 让民众在上班地接作了时 可以更方便更快速 新中华新闻立明宏何美才能报答 学员建设 林众